這個鍋子這樣就是大小 剛好適合一個小家庭 每次煮一次的菜糧 而且它夠深 這個是本來的滋化鐵鍋 一開始要開中火 讓它空燒三分鐘 要稍微讓它這樣轉角 做去我的動作 這跟我們台製的鐵鍋使用方式都一樣 要用這個大火就整個烤過一次 媽媽聽說你也喜歡用鐵鍋 因為鐵鍋它的好處就是導熱塊 那豪超又耐用 因為它都是天然材質的 所以它有沒有加工的那些塗料 你只要第一次有好好把它開鍋 再來的話 其實每次只要有用水清洗乾淨 那再幫它用廚房紙巾倒上油 它就真的會蠻實用的 還是鐵鍋在開鍋的時候 你用這樣通燒的話它會爆點 但是它因為這個濕熱冷製的 所以它完全就不會有煙出來 差不多已經三分鐘了 嗯 那我們再關火 我讓它涼 好 我們不燙之後 然後我們要來倒油 第一次的油要多一點 嗯 OK 中火 用到 整個都要吃肉 也是差不多三到五分鐘 它倒熱很快 所以來發點消火 因為我們還是要讓它有潤到的十三分鐘 然後才可以進步來保險 多了 那我要關火 好 好 冷水 這個油是 整個就要倒掉 它不能再熟 好 清洗一下 這個鐵鍋它是 完全不怕你用鐵刷或是什麼 像這種 三鍋你一定就是需要 你才能去清洗 然後 內外清洗一下 這個 感覺有點亮亮 油亮油亮這樣 對 剛剛那樣乾乾的 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這個屁股也不要忘記 對 好 好 用的鍋子稍微擦一下 整個摸起來 就會有點亮亮 然後會有 這樣 泡菜的感覺 很棒 油也不用很多 對 先把五花豆放進來 可以溫到肉香嗎 有 鐵鍋的好處就是 它的烤肉很快 所以是可以往來 快烤 烤到有點 變色變軟 雖然是鐵鍋 但是它也不會這樣 肉就會沾你在上面 那個油都會滴出來 也會 對 好 看看 那我都想 沒有爆香 但是還是有那個香弄出來 對 你看 鹽香鹽 放點鹽跟鹽 鮭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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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蝦肉 所以我們泡菜的東西 這泡菜是 你是你說的嘛 對 小胎味 對啊 再看看 我觉得这很下饭的一道菜 然后 它就要完成了 这也是没有这么多 先用骨筋擦盖 最早是可以让它空一下 然后再来上 骨筋放在骨筋里面 做一做那一碗 有烫干之后就开始 每一碗里面要有这个动作 这样的话 一烫之后 就可以吃起来了 好赞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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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偷吃吗 刚好我还很喜欢 哈哈哈 好赞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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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赞喔